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介绍一下AWS这款工具 经过我们上节课的学习 大家对我们这个专题主要讲解的内容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接下来的课程我们来具体的学习一下这款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AWS AWS是一款自动化的外部安全测试工具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款工具来做什么呢 AWS可以扫描任何通过外部测试器 访问和增学对TDP或者是HTDPS规则的一些外部颤点 那可以通过扫描录动 比如搜诸入攻击 跨战脚本攻击来检测我们的网站是否是安全的 我们可以使用AWS这款工具 对我们的网站进行一个安全性的测试 这里说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网站 而不是说互联网上公开的 请不要使用这款工具来测检测互联网上一公开的网站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人家的授权 或者说如果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检测是违法的 为什么要使用AWS 我们在今天网站的安全性是容易被忽视的 黑客具备广泛的攻击手段 比如搜狗诸入攻击 XSS跨战脚本攻击 软件包含或者目的便利 认证攻击等 虽然你配置了正确的防火墙和WAF 在很多站上的意识里 我的网站配置了防火墙或者是WAF 那么我的网站一定是安全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 即使你配置了正确的防火墙和WAF 但是这些防御软件仍然存在策略性的绕固 所以说我们需要定期的扫描我们的外部应用 但是手动的检测所有的外部应用 是否存在安全的漏洞是比较复杂和耗时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款自动化的外部漏洞扫标工具 同时AWSS符合我们的所有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这款工具来检测我们的网站的安全性 适用最下 适用于任何企业的内网外网 和面向客户厂商和其他人员的外部网站 功能介绍 WSS的核心功能是外部安全扫标 同时它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爬虫功能 端端扫描 子域名扫描 帮助 HTEP协议修态 模糊测试 外部认证科解工具等 同时它还有一些丰富的报告功能 以及自动的客户端脚本分析器 本节课咱们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工具 那么请大家利用课语时间 学习下WSS的一些功能 这是我们的一个科技题 那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